深圳最大的房地产中间公司是什么 贝壳是谁啊 贝壳就是链家 链家的变形 换了个互联网名字 在美国上市了 你看它市值是600 将近700亿美元 它实际上是平台化了 典型的服务类企业 这种企业实际上过去很难做大的 为什么难做大呀 因为它线下对人的依赖性太大 一个小店里面十几个人 二十几个人 都是房屋中间 怎么管理他们呀 其实管什么是最难的呀 管人是最难最难 因为人它老变呢 以前是很难想象一个地产中介公司 可以做这么大 可以上市啊 管理几万人 现在这种趋势也越来越好了 为什么 我们叫新一系统 其实本质还是靠机器 以前一个销售人员 你可能整天得培训它 整天开会 慢慢的呢 把它的工作拆解 可能十个动作 七个动作通过新一系统推出去啊 就对人的依赖性把它降低了 卖房的动作可能需要十个动作 它现在只需要做三个动作了 或者把它可以可追溯 可分析 可复制了 对人比较容易管理了 这是核心原因 在座各位 我一般都会说 你到底卖什么呢 你卖什么商 你就有两个选择 卖产品或者卖服务 就你的生意 不要说那么复杂 本质就两个东西 卖产品或者卖服务 当然呢 有些企业呢 它是产品加服务都卖 哪个为主 就用你来说 没错 你卖